来时忙着赶路 没发觉 这周围景色倒是不错 一片野草有什么好看的 又不是金子做的 爷爷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 灰女名字里还有一个仙字 真俗 敢说你爷爷俗 我老人家虽然是 点化众生的世外高人 但是没这俗物 我 爷 那家伙干来做什么呀 你问我我问谁去 莫非是那家伙动了色心 想对你不轨 爷爷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他可是魔教之人 这野狗盗人名声虽然不好 却也从不听闻他害过女子 这丝不会想打击我这个穷光蛋吧 爷爷 你可比穷光蛋有钱多了吧 你小点声 你走了 他不会想动手吧 爷爷 烧了你的神通吧 你这虽说是祖师传下的端定历术 但从何处出来 你却不能控制 万一钻尽死则 我们可当真要无回哀哉了 这个 不会这么背吧 你觉得自己运气是好时差 差 那不就结了 我这里还有平儿姐姐送的法宝 对付她也不算什么难事 有道理 最近见的高手太多 把她也给看得高了 不过 那野狗道人好像也不算是坏人 当初不是还借伞给我们吗 什么我们 是借给你 我可是临了半死 你这个丫头真是不像我一样 我有给你一起遮的 是爷爷你不要 反正你就会顶嘴 让我生气 爷爷 我帮你背行李吧 上来这套 这些人风太不复的 等到了城镇 请你去的好吧 这太差了 但是等你拂起来 我可没有 爷爷你最好啦 来吧 好 好 ��子 我都没想到 我都不想到 我都不想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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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鱼人 难道以为一鲍而来 啊 此地独虫甚多 仅靠火光尚不足一方 有了这般若心圈 便不必担忧寻常毒 法相师兄法力高深 佩服佩服 林师弟 你为何还不休息 大师不是也没睡吗 出家人 打坐念禅便是修情 十年来 我很少睡得着 为何 只要我合上眼 就会看到我孤惨死的父母相亲 还有 叫梵 你还记挂这张师弟吗 他入了魔教 如今身居副宗主高位 天下人皆知 他迟早是下一代贵王 这些年来 他杀人如马 嗜血成性 连魔教中人也为之淡寒 天下正大士气为心腹大患 够了 若是他日相遇 你代如何 他是我的兄弟 我知晓他如今沉沦魔道 回不了头了 只是纵然正魔不了力 他与我终有一战 但在我心里 我也当他是我兄弟 他是我这一辈子 唯一的兄弟 rosion 有人来过 有人来过 确实 这痕迹 难道是昨天瘴气中 巨兽所了 有人在此争斗 我们想摸好 是天一寺的通道 你们听 李薛志兄 他们追来了 好 还这么多巨蟻呢 我叫妖人 只会装神弄鬼 这些巨蟻 是我叫妖人所控 是 我与大家作散好 在此前遇到妖人 驱使这些蛮蛹 围攻你 这位正道大侠说的 真是有管有医 若我记得是你 跟向我动手的吗 你即使魔教妖人 我自然要宠欧未到 躲散暗主 算什么英雄 英雄是你们这些 正道大侠当人 闻不到我 难记清清 便要叙使万千顶充 阁下莫非是人称独公子的 秦无炎始祖吗 原来是天一寺的法相大师 人说如今正道三大门派年轻 天一寺之中 以天一寺法相大师为翘楚 至身则高 今日一剑 果然名字虚团 秦无炎 这里有礼 怎么办 我们事走事站 既然巨乙是他用要发的 打败的 巨乙自会散去 林师弟所应有理 不错 四对一 怎能落花而逃 是 兵分两路 李师兄和曾师弟 千之俱义 也让林师弟携手攻进了其无炎 即为一下如炎 不 让我让你操作 寶貝 寶貝 救命 好生呀 臣相思神秘 可惜了如此神病 红颜远相思 几番艺难相复 十年情思百年度 不斩相思 得下少年英才 却误入歧途 可不回头是爱 大师万物沉沦摩道 我却叫大师痴迷外相 大道万千 难道你走的方是爱 我走的便是好吗 天生万道 清酌自分 谁就小心 当心出谱 马上师兄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电话人家 再不动手 我将要被这些畜生吃了 当心出谱 你可要替我电网生兽了 秦施主 小心了 定神通 不愧是天因寺第一传人 这四人道行飞浅 就聚意相助 尚不能胜致 滚在他们手上逃不得好 秦施 便到此为止吧 摄影 晓死 你再拦住他 鬼力 这一棍之仇 我进下了 是他吗 隆师兄 不好 蜜蜜有毒 他就算成狂 为了 他死了 我也不想 他死了 我也不想 边缓 小师兄小夕 这女子是何欢派的妖女 厉害的情人 这位公子不知与我有何丑恋 一出手就要治小女子与死定吧 想必姑娘就是大名鼎鼎的妙公子 京平二吧 哦 你认得我 求养大名 天鹰寺与我青云门同属正道 在下与姑娘一战 也是分属应当 不知公子是青云门哪一脉的高人 不敢 在下青云门风天风霄一彩 这位是焚香谷的燕红姑娘 哦 哼 幽女 有意思 三人三派 也不知道这一宝 最后会分给谁家 无论如何 绝不会让一宝落入魔教手中 不服老不行啊 才多走了一段路就开始喘了 你还在给人看相 你还在给人看相 爷爷 小桓 你到旁边去 等爷爷叫你再回来 爷爷 快去 对不住道长 道长 你认识他吗 他 你何以苍老至此 我本非修道之人 道是你 本不该 你女儿的事 我听说了 当年我们还年轻时 你曾用天罡神算 为我补过一挂 可还记得 你说我命格杀其太盛 行客其二 结果我忠道丧气 西夏无耳 果然一一应焉 你我皆是半截入统之人 我还是有话直说 你说 老子哪懂什么天罡神算哪 当初那些话 是我气不过你那一副 志得意满的嘴脸 故意胡说八道骗你的 你就不必老念着了 什么 昨天主要远着 那天罡神算不过 注意 你啦 尬唐从这一生 尔治匪 就能活着 说得甚好 倒是你 仇人满天下 多操心自己吧 爷爷 她是 小姑娘 不认识我吗 你就叫我万人王吧 天涯落 从来远 儿女亦 呛来痴 天高海阔八万丈 云云众生 尽 看天下人皆为棋子 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局中之人 郊主 走 宗主向来最幸的鬼立 为什么向他隐瞒我们的来意 我传他天书真法 愿以为至少三十年才回有城 没想到 他祈寿一日千里 只用十年便又如此修为 鬼王宗若有此人接班 前途必定不可限量 只是 那一定是医保健室的征兆 快追 这次金光深圳远胜从前 恐怕医保就要先逝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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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不杀我 默默 张胜敌 这灵魂倾听 十年前语情殿上 你又为何不顾一切为我 为我说话 你还是当年的张小凡 陆师姐 小心 你回来吧 陆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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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梦甲 金芒现世 黄鸟必出 可黄鸟乃是上古神兽九天灵鸟 我们真能对付得了 三位何必夺虑 想当年东海流泊山 宗主与扶龙顶上的困龙雀 成功收复了奎牛 可见顶上记载的四灵血阵 却有鬼神莫测之力 宗主雄才伟劣 我自然心服 可这四灵血阵 我总觉得太过诡异胸 三位 此时轮不到你我智慧 自必要出事后 宗主性情变化很大 我们做下属的 还是要多注意一些才是 是 感谢 祝福 感谢 感谢 感谢